-Block is on the floor, you know the best part of this defense is their defensive block. -Hello? -Winfeet! -Wazza! -Yeah! 看起來了! -Wazza! 大家好,我今天說一下國語,因為我們要講一個題目,是康熙來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呢? 應該很多人都看過的 -去回廣東話先,知道為什麼是康熙來了 -康熙來了,沒有聽過的人,不要以為是那個什麼... -請舉手 -不是啊,不要以為是... -乾隆的老爸 -什麼康熙啊,可能看到標題 -啊不是,是乾隆的爺爺,所以... -可能真的怕看到標題會說,康熙是不是講歷史那些呢? -康熙乾,成世愛探討 -不是的,這個下一集再講吧,我們... -今集是講這個什麼呢? -康熙來了 -大家可能都看過了,那你有沒有說... -應該吧 -最喜歡是誰? -記不記得是誰是主持人? -康熙和雍正那些 -他應該是說康熙來了是一個台灣的綜藝節目 -因為可能真的有人沒有看的 -是,因為他現在已經沒得看了 -沒有新的了 -因為這個節目已經沒有了,他是一個綜藝節目 -是的,他以前其實最開始不是康熙來了 -他是叫做奇怪十點鐘的,知道嗎? -哦,這樣就不知道了 -是的,但後來他們可能都覺得這個名字很難看 -因為他們的主持人就是蔡康永和徐希帝 -所以就變了康和希了 -你說徐希,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小S -是的,就是大S和小S的歌勢不會小S -是的,很廢 -好像阿牛一樣,那隻貓的名字 -大強和小強,丙強 -所以這個節目就是一個,是不是叫清談 -不是清談 -他們叫談話性節目 -談話性節目 -他不是玩遊戲 -不是玩遊戲 -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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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玩遊戲,也不是玩遊戲 -不是玩遊戲 -不是這類型的,是談話性的 -談話性的節目 -他最開始的時候通常是專訪 -專訪,即是訪問一些人 -通常訪問一個人 -是,通常訪問一個人 -但是後來慢慢發展到,就有很多人上了 -我想他也做了很多年 -十幾年 -十二年 -是的,每來一直都是這樣 -我想他中間也好像換了很多人 -不同的人去做 -即是那個製作人 -可能也改變一下風格 -就一個好像訪問一些人 -變成一個遊戲 -但其實他偶爾 -即是他一開始是訪談性的節目為主 -請家 -即是有些人來宣傳 -或者請一些台灣的標誌性的人 -譬如他可以請到台北市的 -當時的台北市市長馬英九 -即是你現在請了一個政治人 -即是現在可能請蔡英文 -是的,他都可以請到 -都會去,大家都想看 -因為他是娛樂性的偏向 -還有他們的配搭是小S -當時他還沒結婚 -還沒生小朋友 -即是年輕的 -他是瘋癲瘋狂的 -即是他最喜歡問一些初夜 -即是你的第一次是甚麼 -你喜歡不喜歡跟人家抱 -他好像喜歡琴男嘉賓 -這個是他喜歡 -他很帥仔,摸一下 -摸到你了 -摸一下 -其實他某程度上 -他在我們平時的人看電視 -就會這麼正經做甚麼 -當然去摸一下他 -或者摸一下他 -滿足了觀眾的慾望 -他做了一些我們觀眾想做你的事 -或是想問的事 -他是娛樂性的方面 -對,比較多的 -那麼蔡康永就 -蔡康永主要是把事情拉回正常 -對,正常的訪問 -你們錯了 -其實蔡康永常都陰一點陰一點 -就問了一個很驚爆的事 -他都會的 -他都會的 -但我意思是小S好像有點搞亂檔 -對 -還有他經常都形容 -有些嘉賓會形容 -小S就是明刀明槍 -但蔡康永就是暗地裡 -棉裡藏針 -令你中了招 -就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事 -即是不小心就說了 -對 -那些人就很喜歡看這些 -哇,原來他是這樣的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康永哥好像比較斯文 -對,有事 -不疼不疼 -就嚇你一驚 -誰知道他才是警局 -這個節目真的都陪伴了很久 -我想問一下你們 -記得自己是何時看到這個節目 -或是何時開始看呢 -其實在我想中學尾 -那時候就有個同學 -當時我就心想 -他為何經常看什麼康熙呢 -我真的以為是康熙的 -歷史節目是嗎 -是的 -即是討論 -因為我很喜歡看古裝戲 -那你以為是一些 -然後我就按了來看 -當時其實是沒有YouTube -可以馬上看到的 -下載那些 -是的 -要下載 -即是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但是為了看 -每一天都要下載來看 -然後由中學陪伴我每一頓午餐 -或者在晚上吃飯的時候就陪我看 -是的 -陪著我吃飯 -哦 -那我呢 -你以為回想回來 -我有回想 -我回想 -不是最近回的 -是因為我 -應該這麼說 -前幾年湯熙 -沒有了 -在16年的年頭 -停播的時候 -我就回想 -究竟我是什麼時候看的呢 -然後我發現 -其實一開始 -我不懂小S -我是懂大S -就是她姐姐 -因為流星花園 -是的 -大家都知道 -沒錯 -根據我們漫畫那一集 -我們是講的 -詳情看回這一集 -沒錯 -這條連結 -追過的那火星裡面 -也有提及過 -是的 -我是看大S的 -為什麼會知道有小S -是因為當時我家裡有有線電視 -她那個娛樂台突然就播 -這個康輕來了這個節目 -她應該是抽來播的 -哦 OK -她不是相信 -她可能她不是買光 -這樣集她 -只是抽一些香港人會識 -就是剛才我們一開始講的 -一些人物的訪談 -全部都是 -我會看到有曾志偉 -袁詠怡 -黃秋生 -緋姐 -緋姐和欣怡 -上了去在一些訪談 -覺得很好看 -好笑 -是無聊 -也當時覺得小S是不漂亮的 -是的 -她一陣子還酷牙的 -當時她酷完 -她當時酷完 -當時酷完 -有時有種種的 -有時有種 -總是後期喝酒 -開始喝酒 -因為我看到她的眼睛這麼小 -經常穿短裙 -沒有來沒有去 -有些八婆的感覺 -沒有來沒有去 -好像傻傻地 -她是大S的妹妹 -但我覺得很好笑 -大S是很斯文的 -對 -比較有兩個類型 -是因為有線波 -我看中學的時候 -因為開始我們中學時期 -就是台灣很熱 -偶像 -會看台劇 -會上去 -那些人有 -會慣著那些人宣傳 -譬如是SHE -小豬 -是 -周杰倫這些人宣傳 -除了上康熙 -我最記得是賀君祥和林依臣 -最後那集 -因為她不斷摸賀君祥 -不斷叫她做戲和打卡倫 -她真的是 -因為我們追看偶像劇 -他們去宣傳 -或者他們去做訪問的時候 -就會去做康熙 -是 -而且都會看娛樂百分百的 -是 -是 -因為她也會上升 -就因為感而狂看了 -開始 -就關了很多 -就追了 -國語可能有很多都是因為 -康熙來了 -練回來的 -還是不是學校教的 -當然 -你問我 -我回想回來 -因為我們打算說這個話題 -我印象中好像都是因為 -因為有一段時間 -都可能很喜歡SHE -台灣的一些偶像 -明星 -可能會搜尋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節目 -就看了 -覺得小S就很瘋狂 -很瘋癲 -有時候會很好笑 -是啊 -然後就一直留意 -然後就看一些 -認識了一些台灣的藝人 -其實如果你不是看綜藝 -你就不會認識那些人 -那些人 -甚至乎她 -解釋她來香港旅行 -不知道她是誰 -是啊 -很地道的 -你不會無緣無故 -我去看那個電視劇裡面 -又因為這個節目 -而認識了很多台灣娛樂圈的藝人 -就不是我們追星的偶像那一隻 -又不是大聲 -是小小粒粒粒 -或者是台灣人認識的 -如果你是看康熙來聊才會認識的那些人 -是的 -而這個節目也是 -我以前經常吃飯的時候看 -然後我老闆經常都說 -又看嗎 -她真的很好吃飯 -她真的很好吃飯 -對呀 -她剛剛好 -很棒 -她自己問我 -有什麼好看 -但我不會告訴她 -因為你不看 -你怎麼好看 -也有人問過我 -有什麼好笑 -這個阿叔 -她是不認識的 -這個阿叔又不英俊 -一個街邊的阿叔 -還有他有時候說台語 -或者他們說一些他們的東西 -她是不認識的 -然後我就說 -不要理我了 -你看看看 -她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人是誰來的 -你告訴她 -很難的 -有什麼好笑的 -對 -誰不認識她 -還有有些他們叫強 -有些Gag -他們可能以前有笑過她 -你要看久才知道 -然後現在再笑回 -有些像 -其實她也像一個連續劇 -你要看開 -她想起來也是這樣 -你才知道 -她是這樣的 -你要看開真情才知道 -原來低B情一開始是這樣的 -對 -才會熟悉這一堆人 -而隨著我沒有看 -其實我沒有看綜藝 -很棒的 -是的 -是的 -其實我就沒有 -因為康熙沒有了 -我有再留意一下 -譬如什麼二分之一強 -即是那些 -是說那些鬼佬和台灣人 -都會上節目 -被拚那些 -因為她其中一個嘉賓 -以前經常上康熙來聊的小禎 -就是胡瓜那個女兒 -她做了主持人 -買了梁克勤 -梁克勤 -他們一起主持 -所以我就會 -不如留意看看 -但真的投入不了 -都是因為康熙而理想 -其實他們很多 -他們叫通告卡 -即只是上中藝節目的衛生的人 -他們很多都是因為上康熙而紅了 -應該都是 -然後可能大陸有人認識她 -是的 -或者其他地視台覺得 -這兩個人挺催得的 -可以開個節目 -因為這樣而開了節目 -是因為這樣生出來的 -我又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查證 -是不是有些很多都是上康熙而紅了 -再去其他節目 -譬如剛才說的梁克勳 -是 -就是小冷哥 -這個可能有些聽眾 -真的不知道 -其實這個人 -他父親是台灣的一個很出名的導演 -是的 -他的爸爸很厲害 -他本身也是因為他爸爸 -他投入了電視製作的工作 -他本身是幕後的人 -是 -為何變了幕前去訪問他 -就是因為有一集 -他就紅了 -是因為他講的很好笑 -當然那一集更紅了沈玉琳 -是 -是 -原來他兩個很OK -沈玉琳本身也沒有出鏡 -沒有的 -他以前很少的 -他也是因為這樣出鏡 -然後變了明星 -還娶了一個漂亮老婆 -他越說越多了 -沈玉琳也是一個 -我想如果你沒有看過沈玉琳 -你以為說女人 -是玉琳 -其實是一個阿叔 -一個男人 -一個阿叔 -沈玉 -其實你本身不會想看這個阿叔 -因為他說話首先很噁心 -真的很好笑 -他的聲音是那些街市佬 -然後嘖 -樣子又不好看 -也不會是好看的 -他之後好看了 -他以前有那些粉扭在臉上 -對 很噁心的 -很噁心的 -所以康熙的人會慢慢撿 -撿過的 -他會用頭髮膠 -後來換眼鏡 -後來變了一個羅智祥的風格 -他好像也上了很多電視製 -不同的綜藝節目 -都好像變成一個名人 -他其實 -他沈玉琳 -現在都已經是台灣綜藝的一個 -中樓底柱 -變成一個住這些節目的人 -是呀 -哪一隊友就去哪一隊 -因為他很吹的 -真的很厲害 -他的樣子很無賴 -有時蔡開會會說 -他會轉移話題 -因為他覺得他已經離題 -說了一些假的東西 -他就會快點拉回他回來 -他也很傳奇 -因為他本身 -他本身 -我不知道他太太 -爺爺 -其實他本身一出來的時候 -剛才說他就是製作人 -之外 -他出頭還帶了一個拍拖 -很久的女朋友一起上 -即是有一個本身的女朋友 -差不多年紀 -他們很久都沒有發生行為 -我記得 -他們說了很多他們的事出來 -譬如他們兩個都不打扮 -有一集 -阿爹來的那個應該跟他差不多 -阿叔阿爹 -有一集幫他們兩個打扮 -奇形怪 -在穿西裝那些 -那他們去哪裡了 -沒有他們分手 -那幕前有一個 -不是的 -算是 -也有上下通告 -比較少 -這樣分手後 -他們就跟他的助手 -就是現在的老婆 -搞在一起 -是不是這樣說 -很差 -我只能說他們結婚 -我不管了 -真的 -最後到康熙播放 -做最後集數的時候 -他們已經生了一個女兒 -是的 -還抱著女兒上節目 -好像見證他一生一樣 -我們在康熙 -我也覺得是的 -他後來跟這個助手一起 -我就覺得這個助手 -是不是真的想一起的地方 -是類似想借他 -因為他也挺有名的 -是的 -來紅點 -曝光 -竟然生了小孩 -好像真的 -但很有趣的 -他自己也說 -他回顧的時候 -沈玉琳也說 -你經常想那些幾對夫妻上來 -然後你們經常說我們離婚 -結果其他離婚了 -我們都未離婚 -是啊 -可能是真愛 -是的 -他好像對他老婆很好 -是啊 -他聽完的話 -小過他很多 -可能就遷就他 -那我想說那個女人又有錢 -又有子女 -他在他身邊都沒什麼 -他沒有樣子 -是啊 -沒有 -像戰爭駕一樣 -可能就是這樣 -他就覺得他很好笑 -也可能是 -你也很照顧他 -不知道 -你每個人的關係不一樣 -你不可以說一個阿叔 -和一個年輕人 -一定是貪他的 -我可以抹掉這些腐敗的思想 -我的寶貝 -嘩 -還有什麼這頻道 -Come on,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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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做什麼這頻道 -我的寶貝 -What's up -喂,好了 -現在先曝一曝天氣 -聽過好像下雨 -但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裡沒有窗 -應該也挺冷 -因為我拿了一件外套 -大家小心注意保暖 -Bye -做什麼這次都這麼好笑 -每次都這麼好聽 -難怪人人都說 -下下聽 -結結結結結 -做什麼這優質podcast -在月黑風高失眠夜 -做什麼這channel為問除害 -不用食藥的 -聽做什麼的就得吧 -做什麼這夠威 -做什麼的確好聽 -做什麼這的確好聽 好了,我們又回來了 剛才我們今天是講康熙來聊這個台灣的節目 我們剛剛就講了其中一個我們都很深刻的嘉賓 就是沈玉琳 這個阿叔,是不是? 對,這個真的是阿叔 講完這個阿叔,就講另一個 我們講另一個阿叔 另一個其實我經常都狂笑的阿叔 就是趙哥 他叫趙正平 他有什麼令你這麼… 我相信熟悉,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是有 其實我剛才一開始所說 我其實以前看 我只是看一些我想看的台灣偶像 就是剛才阿楊兒所說的 林依神和何君祥去 我當然是看,就是只是看那一集 但通常有這樣的卡上的時候 他就不會有一些其他我們叫通告卡的人上的 只是那幾個嘉賓上的 我真的要再久一點,由Youtube開始盛行 真的會不會… 第二天就看到昨晚台灣播那一集 出門的時候就去看,沒有東西看 我經常都去找東西看就是這個意思 沒有Nefest,就是看這些東西 是,沒有Nefest 剛才認識趙哥 我其實初初看的時候也很奇怪 因為我記得我看那一集 是笑他是青蛙 是呀,經常青蛙 是像青蛙 那我這條人也覺得這麼好笑 那我就搜尋回他 就是我打康輕來了,趙正平 就搜尋回他之前 為什麼之前他還好笑 是笑好笑 是呀 就一直會這樣 是呀 他整身都是怎樣 是呀 也很好玩,因為他很容易生氣 是 他一生氣真的很認真 在裝大粗 在罵人 那些事情 他是不是真的生氣 他真的生氣 他什麼都生氣 一個暗狗 他臭底 我好像有時候真的 他真的臭 但是小S就會 他想翻桌 因為他很喜歡小S 然後他就會說他是賴蝦毛 是呀 因為他一開始 趙哥就是剛才 他是幕後人 又是幕後人 是呀,他是做幕後製片 即是拍電影、拍劇 他就不是綜藝節目 又是請了他上來 他不是請了他上來 他本身好像是在另一個節目 國光幫幫忙 就是另一個 有時候會出現一下 是呀,又是上來聊聊 一些幕後的事情 就紅了 空氣就說 紅了,叫他過來 我們就聊聊 是呀 由於當時他的賣點 是他經常發脾氣 是呀 就是他小小事就生氣 是呀 他經常繞著手 想打人 然後笑的時候 不斷弄生氣 是呀 不斷地 撞上下巴 最初不斷笑他 經常都說 你不是很容易生氣嗎 你是真漢子 你現在跟我說 這個人漂亮 還是那個人漂亮 他就說 兩個都這麼漂亮 這些場面話 你也說 但趙哥真的很色情 他就是想 應該是 因為他曾經試過拿鳥 被人說 他也有拿鳥 是,MSA拿鳥 是呀 跟我自長一樣 被人脫了一件衣服 其實他們有時候很有趣 好像很… 你說香港是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不會的 而且他們不會笑人 而且我覺得香港人的顧忌比較多 沒有可能做到這個 不會放開來講 對 因為你說不均余 可能在車邊做到一點點 或者曾志偉 但他們不會這樣笑人 可以玩得起人家又不生氣的人 其實很少 就算他們沾底下認識 你有沒有發覺 都不會去到這個層面 都不會的 所以我就是喜歡看他這樣 鞋進去 但他又會嗨回去 哎呀 不要這樣 不知怎樣 說說這麼久沒有上來 也要說說說 有時就抱抱她 她就好像很開心地飄飄然 她就抱抱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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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這樣 我最記得有一集那個題目是甚麼 令人面紅心跳的明星 我有時也會翻看 我不知道楊宜有沒有看過這集 有的 有的 你要說少少 這一集其實她是邀了幾個藝人 都是那些通告藝人 就說他們其實藝人 但原來他們也有偶像的 邀了一些偶像上來 有其他邀請一些你當不太懂的 其他藝人我不說中 就是邀請了趙哥上來 我已經記得那一集的內容 首先趙哥上來 他穿到整個運動套裝坐在那裡 臉都紅了 然後他就坐在那邊說 那位先生要不要說話 然後他就說你做甚麼 說開醉吧 他喝醉了才上來 他縮醉了還沒醒 然後坐在那裡一塊飯 然後他家裡有很多小S的圖片 他就說你上來 你喜歡哪個 原來他喜歡小S 然後小S就聊他 說是否要坐在那裡 可否抱起我 然後坐在那裡問他 趙哥我問你 如果小S還沒結婚 你會想跟他做甚麼 你會想帶他去哪裡 他的樣子很真實 他就說帶他去環島 吃飯 看電影 但好像暗示說會帶他去酒店 對 然後可可永鎮給他一個探討 他就說去環島是否住兩間房間 然後趙哥就說 當然不是啦 住一間房間 我要吃掉他 然後笑一會 嘔吐 嘩 吃點吐 不停在笑 他就說甚麼 你們說的嘛 我就回答 他又真的回答 他又真的回答 他狂笑 這集是他的 這集是他的 我覺得很好笑 還有他們開啟了一些單元 是連尾會有一些道歉的單元 就請一群藝人上去 我們向這群藝人道歉 因為請他提到 對 我們今年有一道玩得太壞了 其實就是把那些好笑的 再播一次 再笑一次 炒他再笑一次 其實你說這個道歉 好笑 其實我覺得不算道歉 我覺得是 回顧一點點 想得來的話 其實是因為那一集之後 他紅了 對 多人認識了 有談話性 令到大家都討論他 是想回來跟他說 他因為上來康熙 之後這麼厲害 很多人討論他 不如不道歉他 不過再玩他一陣子 趙哥都整身都是怎樣 他是單眼皮的 他之前就笑別人割傷眼皮 但他就逢了 他之後就去割傷眼皮 他好像後來是否去了大陸發展 其實他一向都是拍電影 他也有的 他後來就沒有專注在自己的 怎麼說 幕前的事業 他就去專注拍電影 即是不是再做明星 對 兩邊走 加上他又發生了一些私人事 在大陸 是嗎 對 是一些醜聞 大家Google都可以看到 我都不怕 有這條令人自己在Google下 Google都看到 桃色肥聞 就是有桃色肥聞 他更加就沒有再上 就專注拍了一些電影 因為宣傳電影 很久都沒有上空氣才再上 但他現在也是照上那些節目 因為他現在又順了教 減肥了 亂了雙眼皮 整個人好像樣子變了 但我最近看一個節目 就是我剛才說過小禎 當了主持人 他就上他的節目 那一集那晚是說減肥 他的身形其實沒什麼特別 也是有一點肚腩 他就坐在運動那邊 就說自己減肥 因為他以前真的肥 你當他以前是一個阿叔 你當他五眼八那麼肥 現在你當他已經變成泥耀祥 縮了一點 他真的減了很多 然後他的眼睛是狂在旁邊的女兒 然後跟他說 你的屁股好像不夠豐滿 他真的很色情 到現在他也是一模一樣 我覺得他們幾個都是那些類型 這感覺是他們台灣的藝人 或是台灣人 他們不怕將這些 我是色情的 我就是想看你的胸 我就是想看你的腳 像小S一樣 我就是高耳長 我當然是摸他的胸 那你這樣說是公然性騷擾 當然有很多人說 不要看這些 物化女性 對 但Sony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是他們的特色 對 他們的風氣可以是這樣 香港是不行的 對 香港有些旅遊節目 只拍下他們穿三點 都有一千幾百個投訴 都沒有玩 曾經我有想過 你在香港找到哪一個女主持人 跟哪一個蔡漢榮 可以這樣去主持這個節目 這樣去嘲諷別人 我就是想過 但我有看過 吳君宜後來沒有做過 一個TVB的類似 星星同學會 那個不算 對 類似做這些節目 但我又覺得他 都不夠放 我覺得他不夠放 香港很難 就算請了諾德華 最多坐他大腿 是因為他們認識 但小S就是那些不認識的人 認識他也夠膽 不認識我當然沒有 你也很傻 我喜歡看他很真實的反應 還有問一些 嘩這樣問的問題 但你自己也想問 對 這個就是滿足觀眾這種白的心態 好奇之心 人家有志 就是想看這些東西 在花邊的東西 但很搞笑 但是蔡康韻他又真的是一個很讀書人 就是他有文化的人 他不是純粹表面上 他真的有寫書 因為他們一方面搞笑 但一方面其實有時候 蔡康韻又會訪談的時候 又會令到嘉賓覺得 唉呀 康蓉哥 就真的很好 很容易 然後就透露了心事 可以交心 對 很厲害 說了一些出來 他很擅長觀察人 例如他想 可能有一個女藝人上來 有些新的緋聞 他就幾句說話 就令到女藝人自己說了 自己說了一件事 我們真的一起做 就好像突然被鬼上身 然後我就說了 越包越多 那時候就加言加錯了 是呀 那些 我也是他的 他這種就是做主持人的 還有他們兩個的默契很厲害 是 他們因為真的 而且也合作了很久 十二年 我覺得 總算 他經歷很多 中間小S又結婚 生了三個 對 很厲害 大肚這個節目還繼續 是啊 當時覺得 當時有人會記得 會有人做代主持 對 霸妹神 大S 那些全部都有 但我想說 我不好意思想說 Selena做的時候 我真的不太喜歡看 對 因為Selena發現 只是笑而已 不是很懂得主持 對 Selena在這裡的時候 最好笑的就是 邀請Ella和Hebe上來 這樣而已 其他那些 我覺得他就沒有什麼作為 我有一點點不太想看 沒有 那很多人做代班 蔡依林也做過 對 林芯妤也做過 報紙姐也做過 是一個 Dies 那你做不喜歡看 有一輪是Dies 有的 其實Dies還可以的 但沒有他的妹妹 那麼瘋 因為Dies類似 Dies都是毒舌派 我稱為 他也是喜歡 尖銳的問題 最好尖銳的 也不是怎麼搞笑 他很少笑人 他比較喜歡囂張人 但我最喜歡看 就是大S和小S都在的時候 就會更加好笑 那就有點困難 那就去看大小愛吃 對 對 就推薦你下一個節目 對 對 我想都是因為這樣 而引申到一些 這個節目 對 之後的大小愛吃 對 那個重點 擺明就是煮食 只是看她說話 對 有男嘉賓上來 叫她 不是我按摩 又穿一些古靈精怪的衣服 煮菜 其實都是多虹虹來料 我才認識了小S 認識了很多台灣藝人之外 更加認識了小S 大S 蔡侯榮 還有小S的一大堆 對 那堆姊妹也是 令大家很好笑 對 最主要看 其實我現在 康熙2016年的1月 就開始停播 就是完了 現在已經21年了 其實我還在看 沒有黏筋 對 經常重複又重複 我已經沒有看 可能有很多人在網上 會剪輯一些精華 例如說某些人 他會怎樣 或者說一些集數 例如做了一個合輯 方便一些人快速地看 這麼多集數 或者一些精華 通常有些合輯 我經常都看過 很無聊 張小West想說 她是小朋友的 女子合輯 她的子女嗎 她的三個女兒 很好笑 應該是因為那時候 她有時候會說一些 她的家人 對 自己的東西 她的婆婆 她的老公 我覺得無意中 也看到一個合輯很傷感 就是說死了 對 因為他們後來回顧的時候 有做過兩集 是回顧一些 原來已經離開的藝人 上過康熙 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 做了十年 還有一些人死了 有些明星上過康熙 或者經常上康熙 原來這個人已經不在 離開了 因為我回顧的時候 發覺有一個叫大丙的藝人 他是台灣藝人 他跟小S 他們都是 有一間學校 類似訓練班的人 華光藝校一起讀 他們很友善 所以他們說話很賤 他們大家朋友就是這樣 然後看到他們兩個 真的很好笑 後來就發現 他原來是 忘記了 他死了 回顧一些片段 真的很好笑 而那個大丙 也很有才華 其實是扮東西 扮得很好 很用心去扮 很喜歡扮女人 還有扮一些歌聲 他不是自己唱 是咪嘴唱 但他扮得很神奇 因為他會聽很多次 留意吸氣位 他都記得了 他是非常有才華 不過可惜他 可能在一些生活上 令到他又這樣 就是他又死了 有人說他是吸毒 我不知道 這個也是 還有一個人 也都是 重溫 誰去洗手 這個人也是很 很喜歡看 他跟小S的活動 那個安君燦 是啊 他是很年輕的 安君燦其實是 可米小子的其中一個人 對 安娜圈的弟弟 是嗎 安以軒 安以軒的弟弟 其實他們不是真的 好像不是真的 只是剛巧都是姓安 但他們很友善 情如子弟 他們也是整班 本身私底下 跟小S都很熟 因為他們都是去喝東西 玩之類的 簡單來說 原來他們私底下很熟 你看到他們回到節目的時候 他們兩個的互動 就覺得他們是 真實 因為這麼熟才可以有那種 火花 火花 真的很好笑 很賤格 很可惜 他後來也過世了 因為有病 令到回顧的時候 對呀 這個男生 當時也挺喜歡看 有時看到這些人的名字 你就會覺得 這集一定要看 一定好笑 當然 還有一個 這個我知道 我猜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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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看過開閉的人 你留意到這個生意 為何他會 跟他鬥跳舞 對 就是劉珍 劉珍老師 劉珍 好像跟劉德華跳舞 對呀 因為他是跳拉丁 對 他是很擅長跳舞 他們搶那個頭銜 是國標女王 他跟小S也是 我不知道 我當時也覺得 他們是否真的不和 因為他們每一次在節目裡都會 嘩 會吵架 不是吵架 劉珍是處於下風 對 他兩個是那種爭風 相對 他們是否很真實 他們表露出來 對 因為小S一直笑 他怎麼可以跳 他那種 我也是一個節目效果 笑而已 但他們不是真的像這樣 不過在節目裡 他們經常都鬥厲害 買那些鞋子 手袋 我最喜歡看的 因為每一次 康熙有些單元 就是叫一些藝術 帶一些漂亮的鞋子 尾鞋 尾鞋 尾鞋王 尾鞋王 尾鞋王一定有流震 因為他很瘋 很瘋的 他高跟鞋名牌 很有錢 他一定買了最新款 家裡有多少雙高跟鞋 很絕版的 每一次小S都會說 你只是因為貴才買 你跟隨我的品味 你都沒有自己的品味 而且小S又很差 拿了他的鞋子出來穿 又穿得很漂亮 應該大家最經典的 就是他穿了他的黑色流蘇的鞋 他好像想拿回家 幹嘛買鞋送我 他寫了我的名字 裡面都是我的名字 這句話其實是Dyess說的 Dyess很喜歡在街上逛街 看到一些東西 這個東西有我的名字 我一定要買 對 他很差勁穿了人的鞋 好像當自己一雙鞋一樣 我還記得那一集 他穿了他的鞋 不僅是一種狂跳舞 你看 劉蘇就有生命 他們兩個就在那裡 好像比拼那樣 然後看到劉珍總是不夠少 因為想賤 而且劉珍的反應不夠快 說話不夠斯文 他經常在那裡 好嘴 我最喜歡他 就是陳漢典扮他 我會跳 我會跳 真的很搞笑 很可惜 原來他最近 他真的猜不到 知道他原來已經有病過了 因為他就是去年 其實去年真的很差 除了過世就是劉珍老師 我們尊重的劉珍老師之外 裸姐也走了 是啊 裸眉眉 裸姐第一 第一說 有他很好看 而且當時最惡然的是 劉珍好像是三四月的時候走的 差不多 裸姐還去她的追思會 還接受傳媒訪問 希望她老公鎮作 實生農 即加油 我們都會陪著她 誰知幾個月後 才是裸姐自己走了 但裸姐是為什麼死的 裸姐是自己在家裡暴斃 撤死 有之後驗過 可能是她長期吃一些藥 可能是安眉藥或一些失憑物 加起來令她離開 突然之間離開 也是那些突然的 她自己在家裡就離開 我知道她死了 隔了幾天才被 隔了幾天她的朋友就找她 找不到她 上門就發現她已經離開了 裸姐也是一個 你看到這個名字 就知道那集好笑 這集一定好看 除了她之外 還有小豬的舊拍檔 也是這樣死了 小鬼 他們也是想看起來了 是啊 還有他們當時做百分百 就是那些人 你會覺得很有趣 你會常常看看康熙 這些人都會出現 突然覺得好像你所說 是否認識她 是我們認識她 他們不認識我 這個人經常見到的 現在她已經是這樣的 有個心理 就是這樣 沒得看了 所以當你在YouTube看 劉珍和小S 唉 鬥跳舞的時候 覺得很唏噓 我當初最唏噓是高爾祥 對 她經常都沒有 因為我正式高爾祥 因為我正式高爾祥 還會看看漢戲 而且很可愛 對 經常掌握她 還有去看她下面 對 拉開她的褲子 拉開她的衣服 看她的腹肌 看她的腹肌下一點 而且又要坐別人大腿 對 不是 好想不見 然後整個劇場 整個抱著別人 整個抱著別人 離譜 然後聞她 好香喔 對 最搞笑的是 就是因為這樣 而覺得很惋惜 對 看了這些雜誌 這樣 現在沒有看了 所以有時候這些 可能台灣的娛樂新聞 會因為康興來了 認識她們 我就會關注 去留意 對 很多嘉賓現在就 她居然這樣 她當時上節目 例如Makiyo現在是怎樣 很重要的 Makiyo是怎樣 很多時候很少退廢 Makiyo 我覺得 我其實不是喜歡Makiyo 我是喜歡她媽媽 她媽媽是很好笑 她媽媽又過了身 媽媽媽已經離開了 她為什麼現在是重點 她現在是在內地的 通常 不是你未到老島 先收回你的字 她只是沒有出現在你眼前 她依然都是在做這些 幕前的工作 有的 賣貨 直播帶貨 她有的 也有 我想其實也是因為康熙來女 和小X 她可能還有一些名氣 她是小X的好姐妹 當然因為她是羅智祥的前輩子 就是小豬的前輩子 之前小豬出現 大家就勾起這個 立即訪問她 對 又關注她 還有阿也 阿也也是一個點 阿也也是我最喜歡看的其中一個 因為她是不停被小X 說她是男人 對 不知為何 說一說 真的有人以為她是男的 要她變性 對 但真的很可憐 很可憐 很可憐 被你笑了一輩子 其實我覺得她不是那麼醜 不是 其實她不是 不過她們就是狂踩她 她們的互動真的超好 最喜歡說她是打法令文 打到玻尿酸硬了 好像她真的有打 是真的 但你知不知道有報應 因為小X有一次她自己都打了 以後她都笑不到 所以我覺得她們 因為可能是姐妹 這樣笑到 你們最喜歡看這些 說了幾十年都還說 阿也打玻尿酸 還有引申到她們 後來在大陸又有一個節目 都是她們一堆姐妹 對 還有主題曲 對 媽媽是真真的小朋友 都還是這樣笑她 是 她私底下根本集都是這樣 那個節目裡面她們兩個都笑不到 對 經常都說她們 對 她們有小朋友 還有范曉圈 不過看得出她們真的很好 很親密 很親密 她們就不會介意 玩得的 不是那些 而且說真的 你也知道你姐妹是這樣 你想得到她她都會說你 對 其實 預了她 又說她是營妖 但我真的很喜歡她們的反應 就是說她那些 但真的有人覺得是 才好笑 有時候下面YouTube的留言也很有趣 不是啦 你記住 阿也說她是男人 人妖是有另一個人 人妖是Gigi 那個女孩也是 哇 她說她當兵 Gigi不是梁詠琦 是一個台灣的DJ 忘了她叫什麼 我也不記得 但她嫁給那個 史丹尼 對 史丹尼 對 史丹尼 她也是被人 趙哥也是說她是青蛙 這個意思是她們每次都說到那個人 有人相信 好像當她真的是男人 說她是不是當兵 很多 說她是不是變性 我記得她不是說 她是不是當兵的時候穿的 你明白嗎 她好像沒有發聲 她們要生氣 但其實她們不是真的生氣 不過你看到她們的反應 就是想生氣 又生氣不下 小S就會不斷 追她 是很好笑 但她們會因為這樣紅了 不然都說多少你 當然認識了 所以她們就覺得她也生氣不下 互為互利 就算趙哥真的生氣 下次又想回來 你不想嗎 後來好像到最後 有些人笑到她這樣 她好像自認也是這樣 她接受了 這樣算是恐怖 她會自己說回來 我在男人的時候也是這樣穿 這樣覺得很可笑 這些互動 男女通吃都可以 對 Y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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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h